我不是趕北空 但這個真的太好吃了 人生第一次實現生蠔自由 就是在日本的北海道 厚岸這個地方 在台灣吃生蠔啊 都是兩個人公家吃一顆 我們今天一個人大概吃了十幾顆吧 然後還沒吃完真的是吃太飽 我剛吃外面光這個就好甜喔 鮮甜的那種那種奶味 難怪人家說牡蠣是大海的牛奶 就是這個意思吧 特別的濃郁 非常新鮮的生蠔 來現吃一顆 是比較偏顆粒感 是那種綿密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喔不是 這個只有甜味鮮味濃郁味 大海的味道 新鮮的 一點腥味都沒有 超好吃的 啊 我們的 那個爆了 喔它爆了它爆了 喔 這是它 這是打開珍珠嗎 欸你們看一下我的手 這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 它那麼大顆 超級大三倍 超級大 哇 來背得到就是要吃這個了 這爽感十足吧 喔 我的老天兒啦 干貝超甜的 喔 我跟你們說 我不是趕北空 但這個真的太好吃了 這好吃到其實 剛剛應該烤了三分熟 就好了吧 哇 我好像不是很大 我覺得要烤很久 這個大蛤蜊 從一開始開始到現在 啊這該不會是北極貝吧 對啦 這不是蛤蜊啦 是北極貝啦 各位這是北極貝 這在台灣一顆要 我們那天吃要多少錢 四百塊 可以沾一些它的醬 看這個 這是北極貝 第一次自己這樣烤一顆北極貝吃 真的是爽 來背得到誰吃得到 這麼便宜 很Q 甜甜的 好吃 這樣吃北極貝比較爽 破外美食廣場就是這一棟 其實從馬路那邊開過來 就永遠就會看到這一棟了 算是這裡還蠻明顯的地標 先買一碗小碗的醬飯 我們來吃一個趁手丼好了 醬飯的話要再加五十塊 醬飯 買完醬飯 然後買完醬飯呢 你再去學你要吃的魚 看起來很好吃吧 好 我覺得它不便宜欸 它切下來的冰冰角角的鮪魚 吃吃這個也蠻划算的 油脂超綿密的 除了那個筋以外 真的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鮪魚 非常好吃 油脂 這油脂有點誇張 那個奶油在你口中爆開那種感覺 魚超鮮的 我很喜歡吃濕魚 就是青甘啊 紅甘那類的 不過它這樣子賣其實有點貴 這又不是 這又不是那個肚 這只是普通的那個部位而已 那應該不會該買那麼多的 一千八啊 連一千八的都有 好 我們選了這隻花蟹九百二十八特 它賣我們一萬五千塊 含蒸的費用 底蓋那蝦比較便宜一堆股 底蓋那蝦比較大 只要我也不確定 好啦 往那邊買就買了 現在要開始要切螃蟹了 然後問我OboCare我說好 他就把這盤子拿過來這裡 然後開始切螃蟹 就是 算是幫我們剝蟹的服務吧 剛才幫我們剪螃蟹的大姐很可愛 她看到 她幫我們剪螃蟹剪出來 她一看到我這個蟹膏的時候 她替我們開心了一下 她替我們開心了一下 好像一部我們賺到了的樣子 好鮮喔 我超愛吃蟹膏的 我不喜歡吃蛋 我不喜歡吃蟹黃 我喜歡吃蟹膏 超級好吃 這個一個人吃五隻蛋 肉很飽滿 肉很嫩 它雖然不是很細 可是其實肉很嫩 它不是Q彈型的 跟電王界的肉質不一樣 哇 它把我們外帶的螃蟹包裝好 好漂亮喔 對啊 很高級喔 又是我自己就用色 就在裝一裝像垃圾一樣 哈哈 日本和牛專賣店 橘扇 找不到 我們今天吃的東西是這樣子 這個和牛 這個是比較高級的和牛 菲理7700 只有150克 還有黑毛和牛 套餐是6380 然後之後又點了一個 北海道本產和牛 不是對不起 北海道本產牛肉 是2750 這個2750 它不是和牛 所以 你可以在影片中看到 它的油滑 就是它的 整個肉跟 那兩個和牛 是非常的不一樣 不過 我覺得三樣都非常的好吃 肉很新鮮 很鮮甜 很嫩 和牛當然是更juicy 我覺得那個 7700的那個 簡直是入口即化了 就是 根本好像不用用牙齒咬 用嘴巴一抿 它就化開來的那種感覺 而且就在 去川的 JR火車站附近而已 用走路就可以到了 才不用五分鐘 十勝掌望塔 中午就有開了 然後晚上也有 那家店感覺是還蠻高級的 來這裡咧 就需要拼命吃咧 在台灣我是捨不得吃和牛 和牛就是要來日本吃 加上一個 機票錢都划算 今天點的最貴的肉 是這個啦 六片 2200日幣 今天最貴的 咖啡 非常的柔軟 非常的細緻 肉香味很明顯 油脂的香氣 很滑順 這個就是真的 大家說的那種嫩 但也還不是入口即化 已經接近入口即化 但還不完全是入口即化 我覺得這個比入口即化更好吃 因為其實入口即化 吃多了很膩 吃會很膩的 我喜歡這個 現在換這一塊 現在吃這一塊 這一塊應該就是 比較普通的部位吧 來一點鹽巴 一點點就好了 嗯 這一塊 它的筋也滿多的 然後 肉感更明顯 因為看得出來 它的油脂分布的 就再更少一些些 現在換來烤這個邊邊角角 這一大盤 八百多塊錢的盒肉 這一塊 欸 先生有這一塊 就嚇死了吧 光有這一塊 還有這一個 這個其實也很漂亮 看一下這個 超便宜的碎肉 嗯 很好吃 它這個是有煙醬的 總而言之 用八百多塊 可以吃到這一盤肉 你很值得 特地來一次食勝 要吃這麼熱的和牛 你就要來食勝 清水這邊 順便在這裡做一碗 不做欸沒關係 這裡可以泡湯 1000到1500左右 OK 掰掰 Sayunana Lunch 我們今天吃的總消費金額 在這裡是 12006塊日幣 折合今天的匯率 你們猜一看看 我們剛才吃的 那麼一大堆的和牛 多少錢 2737塊錢 如果你是在台灣 比較高級的和牛餐廳啊 這個吃兩萬塊是跑不掉的 而且樂圈兩萬塊你也吃不飽 我覺得它的CP是這樣算起來是很高 畢竟這是當地的牛 奇怪這個小鎮是怎樣 怎樣都沒人 但你知道怎樣嗎 裡面滿滿的客人 滿滿的客人 超級厚切豬排 這樣是幾公分啊 大概是我三根手指頭的厚度 這個是1750塊 有一點點的麵 然後這個鐵板會加個 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這個醬很好吃 我覺得有那種耶 在下鮪魚吃飯有什麼味道耶 好好吃喔 笑吃的豬肉一點都不會老 這是北海道的豬肉 真的很大塊 一般人吃不完吧 真的很大 這是我的拳頭 看得到嗎 大概是女生兩個半拳頭吧 這個真的是厚豬排 啥臉 我不知道是那麼厚 在台灣應該沒有吃得那麼厚 那我們另外一個是豬排凍飯 現炸豬排 它的豬排是 現切 現果粉 現炸豬排 也非常好吃 都超好吃的 今天算是誤打誤葬吃到一間超級好吃的豬排飯 它叫做福州 是豬排專賣店 蒜味的豬排飯 豬排好嫩 而且那不是那種過嫩筋的肉 因為我現場看到一整條豬排在那邊切給我們看 它很可愛 它看到我在拍 然後它還特地停下來 拿到前面來給我拍照 它不是經過嫩肉處理的肉 然後卻可以肉質這麼的鮮嫩多汁 超級好吃 認為是我目前來北海道吃到一間 覺得如果我沒吃到會後悔的店 謝謝 我的紅豆掉了 掉了 紅豆掉了 你小心我先把它壓緊 我們珍貴的紅豆掉了 這個是豆乳冰淇淋 它不是鮮奶冰淇淋 日本的豆乳冰淇淋 你就先吃看看 它紅豆很飽滿耶 很大顆耶 紅豆很大顆 我就買一個 咖哩起司炸麵包 還買了一個應該是芝麻麵包 這個也是榜上有名的 也是他們家很有名的產品 吃起來好爽喔 很濃郁喔 拉不斷了 拉不斷了 剛剛買的以為是芝麻麵包 結果真的是紅豆麵包耶 好好吃耶 它的那個麵包是超級有Q勁 有嚼勁的 在台灣很少可以買到這種麵包 其實台灣的麵包型是超軟的 吃起來跟台灣很多 感覺有特別明顯的材 主要是麵包型好好吃喔 剛剛又再買了一支 這是石聖鮮奶的冰淇淋 這支372塊 還好有買 怎麼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濃郁喔 好細喔 真的假的 好吃 不一樣跟剛才的豆乳冰淇淋 是口感完全不一樣的 對 這是非常的綿密 很濃郁的牛奶味 牛奶味對不對 有一種奶味 超好吃的 我們要跟石聖說拜拜囉 我要再吃一口冰淇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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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